新居屋 抽到新居屋當然開心 但收樓時的原裝間隔 的確令人很頭痛 究竟設計師如何把居屋的清水樓大變身呢? 單位是480呎 屋主想要有一個暖色簡約的感覺 另外也想空間感作寬闊 我們運用了淺色和木紋做一個主色調 來做一個配搭 另外再用顏色來分配整體的空間 令到環境看出來寬闊很多 客廳的位置就做了一個燈槽 連接鞋櫃做了一個伸延 加強客廳的整體性 全屋房門就用了暗門式的設計 同時都會是一個客廳的特色牆 令到客廳的空間更加寬闊 和整體性更加加強 在窗邊的位置加上了鞠筍 可以變成座位 而鞠筍位的前面和旁邊 原來都是儲物櫃 裏面的間隔都可以根據需要而調之間 如果有朋友來留宿 另一張沙發也可以變身成睡床 跨場電視下面做了一個電視地櫃 收藏遙控器和遊戲機等等 採用了布面配合客廳家具的色調和質感 至於儲物房的暗門 就和旁邊入場的儲物櫃融為一體 為了省位 飯廳用了可以摺疊的餐桌 而飯廳裡面的儲物櫃 原來裡面有大量的儲物空間 櫃門和房門運用了立體的調子 亦都令客廳空間更加有層次感 主人睡房同樣以淺色為主色 地台床提供了大量的儲物空間 兩個大行李箔都放得下 不過最有心思的位置原來是衣櫃和書桌位 衣櫃預留了空間放置著覺的外套 站起書桌原來是有鏡的梳妝桌 至於廁所就完全是大執位 設計師把原有座廁的位置變了棋缸 座廁就搬到廁所中間 這樣一放就可以增加淋浴空間的位置 同時為了令肉質看起來更光亮和闊落 所以長身就用了淺色的仿雲石磚 鏡櫃的上下都加入了滲光的效果 令廁所更光亮和更有時尚感 淋浴空間這個位置 三層可以放沐浴露等等的用品 下層就方便浸腳或者長者坐在這裡洗澡都可以 儲物地櫃就做了反門的設計 更加能夠用盡空間去儲物 又不會像拖門的路軌位一樣那麼容易藏污漬 廚房做了開放式設計 連結客廳看起來就更加快樂 入面以灰色作為主色 感覺時尚又有格調 長身用了不鏽鋼面 清盤用了石櫻石 工作台面就用了雲石紋無縫石 這些物料的特色都是小縫隙 不容易長污漬容易清潔 天花就加了石膏板 隱藏了原側橫量和廁所燙門的路軌 視光相就更加乾淨利落了 澄清潔 城邦 去 click 在這兒 都有 汗